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我们讲完白武招 这一集我们讲一下霍耀慈 霍耀慈? 是不是就是那个实战功夫了得 宁冠省港澳的江湖状元 梅花螳螂拳名一 霍耀慈? 如指可教 来看看英雄文出处 霍耀慈 生于1917年 广东顺德远轮教鸡州乡人 广州近代名中医 华南地区梅花河望停的主要传人 武术監督 曾任广州中医工会理事 和广州食欲工会理事 师傅我查了一下资料 知道霍耀慈原本是广东顺德人 不过他父亲早年在香港经商 所以霍耀慈也是在香港出生的 十多岁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打工学徒 为什麽突然想学武 其实当时香港是相当混乱 而且有句俗话 叫人善避人欺 马善避人骑 所以叫池 他从世说有强国必先强种 强种必先强生的信念 所以他就选择去学武 他都挺好彩的 一跟了当时在香港非常有名的 山东梅沙唐楼权明师 著名骨商科内科的中医师 爆光阴师傅 跟他习武又学医 你说他好彩啊 你都不知道他多么努力 根据霍耀慈的仔练述 当时霍耀慈为了学武 才是努力打工赚钱 然后交费学武 等到没钱了 他又停学继续打工赚钱 存够钱继续回来学武 他的师母就发现 这个人明明这么勤力 为什麽整天学下又停下 一问才知道他的警方 于是跟包师傅说了 包光阴觉得他是好造之材 干脆免了学费 难怪包光阴师傅 这么看得起博耀慈 把自己最拿手的骨商科和内科 还有梅花螳螂拳 全部都传授给他 师傅肯传 徒弟勤力 这就承受了一代武术中医名家 嗯 连当时长寿路玉玉虚的大商家 都要找他衣服的 嗯 文国王今十年里面 阳城武汉的江湖岁月为人尊尊乐道 但是1938年首月 日军占领广州 各派门人四山逃利 而就在这个时候 霍耀慈 他带着航路 从香港返回广州 修权医病 成为一代武士 对 城武汉的利益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夫,我哥哥会怎样? 我没办法 啊 啊 看这家屋闲闲闲,你又是容易啊 只是被英罩公署伤 可燕,爆炸 啊 真的 不痛啊,爹 真的不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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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师傅在香港学堂人权很多年了 手智很有力 鼓起薄骨,没多少人比他好 佛先,错买了黄大夫 请你做罪业的 先生,毋须佳话 依无杀人之心 而有忍人之己 有制妻之诚 而无忽人之信 自从这件事之后 霍耀慈这个名字就是全遍世关 而且在骨骚科方面 和我们先前讲过的何竹林李廣海齐名 响与省港两地 嗯,多是民间仲流传那样的歌仔 铁打刀伤不用探 其难杂症有药茶 请尹西瓜霍燕池 念手回昌武叉池 李师傅 刚才讲到他文武双修 那他的功夫又怎样 霍耀慈在武学上功力深厚 拳路清晰,光柔相继 身手相当敏捷 特别是螳螂铁臂金勾手 以及连环降法 念得相当出色 我知道他是梅花螳螂拳 在南方的主要传卖人 诶,师傅 到底梅花螳螂拳和螳螂拳有什么不同? 他的螳螂拳有个宗师叫赵珠 这个人打出来的螳螂拳 樊环相扣,朝朝相连 合似梅花朵朵就反反相连 所以就叫做梅花螳螂拳 哦,原来是这样 嗯,但是他的武功那么耍家 为什么没有人跟他学武 而走到街头卖艺那么惨? 这个是因为,初到贵景 刚刚报道,未享多 所谓走香不白行止深 我很相信很快有人找他学拳 师傅,我也要吃饭了 是吧 事实也不好 明天,我会去监局摆档 出人摆档? 这本开了这么久 迷派认人少 就没有人来学武功 是时候要变封海 那不是,再不敢爆发的话 我们也会试试 热景,那么应该要致免? 热景,那么应该要致免? 铁打刀伤不用怕 请问西关,博要前 妙手回春,没有差池 哈哈哈哈 哇,有点料哦 比较 YO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街道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博弥词啊 作语呀 争托蜖裡面嗎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嘉宾角色的 prose理下 虎牧拳?? 死盡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被人家地頭找射 打聲招呼 都要 你已經看到 我們今晚還沒有收入 說話是你 人善被人欺 就算有也不活給你 哎呀,別以為你是女人 我就不敢打你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兩位小兄弟 對客氣之好 北方拳 扉花堂浪 霍耀前 愛下正是霍耀前 那問客是 我們師父打遍天下無地守 大明鼎鼎的西瓜熊霸天使也 你聽說你武館罪人收了不少徒弟 連我武館的人都跟你學 你都幾巴掌 國長 各門各派各有所長 不同學術門派 都值得借減學習的地方 你當我是賺緊你 阿風 看來今天生意做不成 我們撿你走 學武術只為康符正義 強身現體 樹霍某不能報復 阿風,我們走 師父 他們這樣 擺臉體練不起來 是我飲 送給我人 你不給吧 好 我就要逼過去給我 啊 福耀馳一心想出了名 就可以招回學員 怎知道這個風頭 出到連是非都惹了 那年代江湖賣武 有沒有這麼大影響力 如果啊 只是靠在街頭賣藝 就可以出到名的話 為師就不用帶著你在電視機上講鼓 有時候有些事 是要靠傳媒的力量 咦,此況豪解 这里有段故,194年的某一天,博师傅路过广州的珠江西堤, 撞到一班日本宪兵插着枪刁难和凌辱几个卖艺人, 于是博师傅吓声跳过去,连出三脚那班日本兵就这样被他踢到垂在地上, 博师傅还将他们的手枪踢入珠江,这个叫做三腿一拳, 当时广州的报界广泛报道传为一时佳话, 接着就慢慢有了名气。 哦,不过虽然人怕出名猪怕肥, 出了名之后的霍耀池很快就要面临各路的挑战和挑衅, 有时候还会连累其他人。 就是他, 那家人必须感到了一个一种 нет的, 那家人必须想然的接着 donuts我们一年 pobre充当剧吧! 在适合适合, 那家人凶行的手, 就是凌达, 请站住这家人然长方、 那家人可以逮捕, 是否不逮捕。 是否不逮捕至熟的时候, 好,好運 你,要對下相見 出來吧 可以夠膽識 喜家小姐,在哪裏 這個你不用擔心 我目的是約你出來比善 然後贏你 這個女人我不會難為她的 你這樣做,絕非君子所為 我再看不慣你這假的字 我再招了 我看你 好 好 師傅,為什麼你們七嶼的前面有機場呢? 大王一 你以後是我真是蟑蜂! 最後是蟑蜂子! 祇福師,你會進行阿蟑螺! 野生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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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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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师 法律师 你家似乎的语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同时采访博明光师傅时回来就说 他只要三只手指一发力 就可以打赢利益 哼 不用这样来认我的 我知道你说的是梅花螳螂最耍加的金勾手 不要说是我啊 这个螳螂铁臂金勾手一出 是人都要寄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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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霍耀慈当时的医名十大 梅花螳螂拳主任传播人 梅花螳螂拳失为将业拳 其最标志性的就是螳螂手 螳螂拳是一种障形 但在障形当中 他要利用他的关节 可以变为掌、插掌 可以变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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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的手形转换 使螳螂拳在实战功行中更具威力 而螳螂拳的更勾手 在实战中 由手转功的威力尤为突出 可以变为拳 这个就是用手转 一转换 首先三指向下 就是用三笔 三指向下 四指向下 一扣住 这里就变为你握住你的门 博师傅说 真正仇箭中 如果螳螂金勾手 没有办法握到对方的时候 就可以用螳螂臂直接劈开攻击 你这批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这等于是刀刃 是最锋芒的 这就是骨 这就是骨 如果他不断派过来 是没有杀伤力的 尚 是 射 而想要练就极具杀伤力的锋芒 螳螂拳 有自己独特的隔三声 博师傅表示 想更好巧妙发挥螳螂臂的威力 必须要结合上中下 一定要讲到上中下 配合 转换 这种方式 在攻防 螳螂拳 风格有些似长拳 没错 可能因为博教池的师傅爆光英 原来是收集太早长拳 后来才学梅花螳螂 他们一幕的梅花螳螂拳 有些理论基础 好像什么四击 八法 十二营等等 都是出于长拳 最近你的观察力 好像好很多 师傅你教得好 去电广告 回来带你看看梅花螳螂拳的道路 要知道 中华武汉多大精神 岭南文化远远流长 清智民初天下动荡 南越大地诞生了几多英雄浩介 留下了多少传奇故事 例如黄飞鸿 以今卖月餐 放誓鱼 脚踢雷老虎 倫文罪老碟扭先开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 过中又有什么曲折故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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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我們下期講誰 下一期我們講一下 一代太極宗師楊晴土好不好 楊晴土? 不就是楊露成的孫 哇 當然好啦 好了 下期節目我們繼續講故事 師傅 師傅 還有事要跟大家講 我們領男英雄傳就焦主角了 無論你是男是女是老是亂 只要你看得 打得又講得 那就記得發你的簡歷和視頻上微博 廣州電視台領男英雄傳 或者數字下的二維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留下你的資料 聯繫方式和電容 那就有機會做男女主角了 記得在視頻裏錄下你的個人介紹 和騷擾一下你的演技和功夫底 一徑錄取 嘻嘻 有豐厚的禮品及獎金 好了 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期再見 下個禮拜二兩九點七 我們不見了 我們下期再見 嘻嘻大英雄 誰是大英雄 是痛 悲痛 凡完世間幾個絕對尋重 難以來 獨 難以中 納死甘定千絕未跟風 谁是大英雄 谁是大英雄